眼前的男人正在撬开自家地板 地板下究竟藏着什么大宝贝呢 打开地板一看 原来里面藏着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 于是屋主把他救了出来 经过仔细对比辩认 才确定他是一只狐狸幼崽 小狐狸呆呆地看着眼前的陌生人 发现不是妈妈后便想要离开 稚嫩地他挪动着小短腿 却被屋主妻子给抱了回来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是不是狐狸 他还特意抱着幼崽来到镜头前 没想到一向狡猾的狐狸 小时候却长得这么可爱啊 喜欢小狐狸的扣999 通常狐狸一胎会产下多只幼崽 所以屋主判断 地板下还藏着别的小狐狸 结果掀开一看 果然里面还有几只狐狸幼崽 屋主妻子想把他呼唤出来 可面对陌生人 小狐狸害怕地往后退了几步 于是两夫妻继续拿起工具 把另一块地板掀开了 接着才把小狐狸给抱了出来 屋主救出小动物非常开心 开口询问他妈妈去哪里了 可才出生一个月的他 哪里能分辨出人类的好坏 只能乖乖地待在屋主手里 救援行动还没有结束 屋主继续把其他地板也掀开 经过夫妻俩几分钟的忙碌 在地板下又发现了两只小狐狸 面对陌生人小狐狸没有好奇 甚至打着哈欠一副不关他事的模样 经过屋主的不断拆解 终于把小狐狸都救了出来 他们挤在一起简直太可爱了 这时突然一只赤狐跑了过来 想来他就是孩子们的妈妈了 眼看着孩子被人类抱着 狡猾的吃狐赶紧溜了 于是屋主想到一个办法 打算把小狐狸放进一个箱子里 来吸引狐狸妈妈来把他们接走 到了下午 狐狸妈妈果然出现在镜头里 生性狡猾的他没有马上靠近箱子 而是先蹲在附近查看是否安全 突然孩子的叫声把他吓得后退几步 但他并没有打算放弃 而是绕到墙角然后慢慢靠近箱子 狐狸妈妈先探出头确认孩子的情况 可又被奇怪的敲击声给吓退了 他明白得尽快想办法把孩子转移 但谨慎的性格还是让他觉得不安 一边着急着把孩子转移走 一边又担心会被人类埋伏 纠结的他用脚趾抠地上的泥桶 差点就抠出来一所大房子了 狐狸妈妈最后鼓起勇气 凑近想把孩子叼走 结果因为害怕孩子又掉了下去 他实在是太紧张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在箱子附近纠结了快半个小时 最后他还是决定马上转移 要不然拖下去很可能出现变故 于是狐狸妈妈快速冲过来 叼起孩子时却把他摔到了地上 他来不及检查继续叼着孩子离开了 送走一只他又折返回来 继续叼起剩下的孩子转移 可因为紧张 小狐狸被摔得在地上滚了几圈 估计这回连妈妈都不认识了 狐狸妈妈虽然心疼孩子 但他明白转移幼崽才是药物 还是继续叼着孩子快速离开了 狐狸妈妈跑得很快 带着孩子穿过了大马路 想来他找到了更安全的地方 安顿好孩子他又折返回来 为了小宝宝的安全 作为妈妈他简直操碎了心 哪怕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转移走 这样的母爱太伟大了 很快第四个孩子也成功转移了 接着第五个孩子也被他叼走了 总共七只宝宝 狐狸妈妈不辞辛苦地来回奔波 终于把所有宝宝都转移走了 就在你以为结束了的时候 狐狸妈妈又跑回来了 原来他以为自己生了八个宝宝 直到反复检查箱子确认 才知道自己已经运送完了 没想到狐狸也会运傻三年了 最后屋主也赶了过来 希望狐狸妈妈能照顾好幼崽 能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